从前啊,有个书生高中状元,被招为驸马爷,回乡探亲时竟发现自己的绅士之谜,自己竟还有个孝顺的童养席,这该怎么办? 大家好,这里是梦翔文学,喜欢我的故事请点赞并关注我,每天都有好故事说给你听。 从前,曹州东北角离城巴里孙家屯,有一个商人,姓孙明常青,他从十几岁就常到外地做生意。 孙常青四十多岁才有了个独生子,起名叫田峰。 他的老伴刘氏,体弱多病,孙常青想早日为儿子娶个媳妇,帮助操持家务,就是没找到如意的姑娘。 有一次,他去东京城经商,投诉在城郊张家客店,因天色尚早,他闲来无事,便到客店的花园里去赏花。 忽然,他看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,在花丛中熟练地修剪着花症。 孙常青一打听,原来,这姑娘名叫丽娘,是个外出避难的女子。 丽娘的父亲要把他嫁给一个有权有势的大官做起,这个大官比丽娘大三十岁,丽娘誓死不从,就偷着逃了出来。 遇上张电东把他带回客店,叫他帮助管理花园。 张电东的妻子见丽娘聪明伶俐,便认他做了干女儿。 孙常青听完店小二的话,心里想,我何不把丽娘带回家去做我的儿媳妇。 于是,他买了好多礼物,又备了一桌丰盛的洒宴,请来张电东,店小二,还有两个和他一起经商的商人,举杯铜饮起来。 酒店宴上,孙常青和张电东攀起亲来。 起初,张电东不答应,后来,经在座的两个商人和店小二一窜多,张电东也就应允了。 孙常青忙献上厚礼,当即又立下了定亲文书,由店小二和两个商人保媒。 第二天一大早,孙常青就雇了一顶二人小轿,带着丽娘还乡了。 丽娘坐在轿里,心里想,只要不嫁给比我大三十多岁的男人,嫁给个商人的儿子,我也乐意。 她在轿里,迷迷糊糊地做了个梦,梦见商人的儿子是个五大三粗的壮汉子,虽然模样不太俊,倒也很憨厚。 丽娘被一阵喊叫声吵醒,原来到孙家屯了。 乡亲们都来看孙常青从京城里带来的儿媳妇,这个说聪明,那个夸漂亮,婆婆刘氏,更是喜得和不拢嘴。 当丽娘下轿拜花堂的时候,才知道她的丈夫田峰是个木满两岁的小娃娃。 丽娘哭了,哭得累人一般。 左邻右舍的大娘都来劝说她,孙常青夫妻用好言安慰她,带她像亲生的女儿一样亲。 小田峰搂着丽娘的脖子直喊姐姐。 丽娘心中的冷冰慢慢地融化了。 哎,认命吧。 丽娘是个心灵手巧的姑娘, 不管是织布、刺绣,还是养残、种花、样样活都超人至上。 她一有空闲,就哄逗着小田峰丸,给她绣花鞋缝花帽,做花衣裳。 小田峰也最爱跟姐姐,常常正哭着的时候,一见到丽娘就不哭了。 孙常青夫妻俩看在眼里,喜在心里,见人就夸他们的好儿喜。 孙常青知道丽娘是个种花能手,就建了一个花园,叫丽娘养花。 这一下丽娘有了用武之地,不出一年光景,她就栽培了许多名贵花卉,其中最多的是牡丹。 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但兮祸福。 这一年,刘氏得了重病,花去很多钱也没把病治好,去世了。 孙常青做生意又赔了本,整天悠烦,身体也远不如以前结实了。 一家人的生活重担都压在了丽娘肩上。 一天,丽娘去花园除草,小田峰哭闹着要跟去,丽娘只好抱着她去园里干活。 在路上,小田峰又说又笑,等来到花园,她已呼呼地睡着了。 丽娘把田峰放在一棵大柳树下,又脱下自己的外衣,轻轻地给她盖上,然后扛起花锄去除草了。 不一会儿,她热汗淋淋,感到四肢酸疼,就到大树下歇息。 她来到树下一看,顿时惊呆了,小田峰不见了,丽娘感到天旋地转,好似劈雷轰顶。 她慌慌张张四处搜寻,口里不住地喊着,田峰。 田峰,你在哪儿呀? 几天过去了,到外地寻找小田峰的邻居们都回来了,没有一个人能说出田峰的下落。 从此,丽娘对孙长青更像亲父亲一样,缝衣,做饭,端汤,送药,风里,雨里,家里,地里,她都抢着去干,全村人都夸她贤惠。 光阴四剑,一晃十七年过去了,丽娘已是三十五岁的人,因过度操劳,脸生皱纹,头长白发。 看上去倒像四十开外的人,孙长青更是白发淫虚,老迈了。 忽有一日,村里来了个后生,说是来认亲的。 老邻居见她的模样向孙长青,就把她领进了赵家。 丽娘和孙长青一见那后生都冷住了,这么面善。 那后生身失忆里,问道,先被十七年前,可曾丢失过一个小男孩吗? 丢失过,丢失过。 她在哪里,她在哪里啊? 我就是,是。 后生以热泪盈眶。 啊,你是田风。 孙长青见后生点点头,便抱着田风放声大哭。 儿啊,我是你爹啊。 十七年了,整整十七年了。 哭了好一会,三人才平静下来,田风便诉说她十七年的遭遇。 十七年前,山西有个姓王的商人,年过半百无儿无女,想儿子想得着了迷。 一天,她经过孙长青的花园,见大柳树下睡着一个幼儿,便像抱自己的孩子一样抱走了。 她见幼儿花帽上绣着田风两个字,知道是幼儿的名字。 王商人认为这是个吉利的名字,便没有改。 小田风长到八岁,王商人看她聪明过人,就给她请了个老师,让她在家里苦读诗书。 十年后,田风进京应世,得众头科状元。 皇上见她年轻英俊,要召她做驸马,就先命她回乡修坟条组,然后回京城结亲。 新科状元回到山西,王商人喜出望外。 多嘴的邻居私下一论,说王商人不是状元的生生父亲。 这些言语传到田风耳中,就追问自己的身世。 王商人见瞒不过,就如实讲了出来。 田风听后,定要来曹州寻找她的生生父母。 王商人阻挡不住,只好让她回乡认亲。 田风带着仁义来到曹州,便派人四处打听。 不几日,就得知孙长青当年丢失幼儿的事。 他没带差役去认亲,万一认错有尸体面,便脱下官服,换上名装,一个人来到孙家屯。 孙长青接着也诉说了家中之事,说到丽娘,他夸了又夸,只把丽娘夸得躲进内室,再也不好意思出来。 田风此时才知道丽娘是她的媳妇。 孙长青望着丽娘的背影,对田风说, 儿啊,今日大喜,咱们一家人团圆,你们夫妻今晚就圆房吧,我去办几桌酒菜,把乡亲们都请来。 孙长青说着就要走,田风急忙拦住,结结巴巴地说, 我,他,孙长青一听极了,有啥话就说吧。 田风往内室看了一眼,低声说, 爹,丽娘如此贤惠,就像我的长辈一样。 他孝敬父亲二十多年,恩仲如山而愿事后他一辈子, 孙长青一听这话,生气了,咋,你做官了,看不上丽娘了。 丽娘在内室听得明白,不由得暗自伤心, 转身对着丽花镜照着看,是老了,田风今年不足二十岁, 我不能误了他的青春,不能误了他的前程。 想到这里,他急忙从内室出来, 爹,你老别生气,我愿与田风姐弟相衬, 从今后,我就是你的亲闺女。 说着贵倒在孙长青面,孙长青浑身颤抖, 不,不行,这婚事名正言顺, 当时有三人保媒,又有定亲文书, 我不能叫人家骂我悔婚, 我不能对不住丽娘。 孙长青说着,双手捧出,保存了十七年的订婚文书, 扔在田风面前。 这时,门外一阵喧哗,原来是新科状元的差异, 引着一位传指官来到赵家。 田风急忙更衣接指, 圣旨是命田风进京成亲的, 孙长青听说此事, 火气更大了, 力逼着田风与丽娘成亲, 丽娘和田风苦苦哀求, 他只是不听。 田风无奈, 只好暂时留下, 打算等父亲消了气, 再慢慢劝他。 两天过去了, 父亲火气仍然未解。 田风想回京去, 又怕父亲一气之下, 寻了短见, 自己落下个不孝罪名, 若与丽娘成亲, 皇上知晓, 更吃醉不起, 他被逼得走投无路, 茶饭不吃, 夜难安寝。 已是深更夜半, 他来到花园, 那盛开的花朵, 突然变成一张张定亲文书, 那片片花叶, 又似一张张皇帝圣旨, 他眼花缭乱, 头昏脑胀, 煞时觉得定亲文书, 皇帝圣旨铺天盖地向他压来, 他感到胸中闷气, 喉中作痒, 天旋地转, 站立不稳, 口吐鲜血, 倒地身亡。 赵家花园里修了一座状元坟, 第二年春天, 状元坟前生出了一只枝叶茂盛的牡丹, 花大如盘, 清香扑鼻, 初开时是深红紫色, 盛开后变成朱砂红色, 犹如状元的紧抱, 因他又生在状元坟前, 人们都称他状元红, 据说, 听完故事给点赞的, 家庭更和睦, 今年发大财。